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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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婉妮 你怎麼了 怎麼匆匆忙忙的 我剛剛看完電影啊 我就覺得背後怪怪的 可是轉頭一看 又沒有人 我在想說我是不是被跟蹤了 就趕快跑回家 该不会是因为担任国民法官 被跟踪了吧 西多士 不要危言耸听啦 乔治 我突然想到 法院抽到我去担任国民法官 会不会有坏人拿到我的个资 然后想要来对我施压 影响我的判决啊 对啊 会不会被找麻烦 对我做坏事怎么办 婉妮跟西多士 你们放心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 会保密你们的资料不予公开 若有人想跟你们接触 对你们不利 都会加重相关惩处哟 那我就放心了 婉妮 你觉得怪怪的原因 是不是这个呀 你衣服的标签没有剪掉 好像是耶 想请问一下 桃园地院谢成义法官 担任国民法官的期间 会不会因为各自外泄 而被人肉搜索 法院有什么机制 可以保护我们哦 比担心 针对国民法官的个人资讯 有完整的保密流程 能妥善地保护 国民法官的个资 不会外泄 例如 国民法官在公开审理时 都会以代号来代替本名 个资会进行密封 审理的过程的 陈述与意见 不会公开 当然现场也严禁拍照 除此之外 法院也可以给予 国民法官必要的保护措施 例如请原警到场维持秩序 专人接送等 确保国民法官的安全 但如果不少人是转网 骚扰我的家人呢 如果对国民法官 与其亲属犯罪的话 还会加重处罚 当然在某些案件 如果被认为可能会危害 国民法官人身安全 就会直接由专业的法官们 进行审理哦 所以不用太烦恼啦 国民法官需要你的参与 全员国民法官中 一起审判我也通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